我们要继续看怎么样在负数平面上面做更复杂的积分 在前面两节里面我们有看到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式子要积分的式子 拆成Z-Z0就是做因时分解之后 变成一堆Z-Z0Z1Z2的分之一 然后加起来 那可能是Z-Z0可能是一次方二次方都可以 只不过我们的分母的话 分子必须要是一个常数项 这样累加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分别去算 它每一项乘上常数项之前 可能是二排或者零 然后最后再把它加重起来 这个我们已经会做了 那现在如果告诉我们 现在这边我们要去看的是说 如果一个式子 它的分子并不会单纯是常数项的时候 我们要这么做 那这边第一个定理是 柯西的这个积分公式 告诉我们说 在一个负数平面上的函数 它的函数值带Z0进去 其实可以把它转化成 改写成一个积分式 那这个积分式是 2part1分之1 乘上一个封闭的 封闭的积分 封闭的Countour的积分 那积分的内容是 Z-Z0分之FZ顶Z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那如果可以改写成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一下 比如说算出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再做一下移项 我们就可以得到FZ的积分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把2pi乘到等号的左边 然后就可以得到Z-Z0的FZ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证明 就是原本我们要积分的式子 长得像这个样子 就是对Z-Z0分之FZ 然后沿着CountourC来做积分 那我们把它换成一个 更好积的CountourC1 那换了过之后 接下来我们在里面加上 加上一项FZ0 然后再减去一项FZ0 所以整个式子整体还是一样 那我们前面这一部分 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写成 Z-Z0分之FZ0 所以我们把FZ0这边提出来之后 积分的部分 红色框框里面的 变成Z-Z0分之底Z 那剩下的剩下部分就变成Z-Z0分之FZ-Z0 那前面红色框框里面这一部分 我们之前看过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看 它在这个C1 当初C1挑就要挑到说 能够有框到Z0的地方 所以我们记出来这个值是2πi 那这个值整个乘出来 就会变成是 原本的积分式就变成是2πi乘上FZ0 再加上我们刚刚这边剩下的这一部分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 我们接下来要想办法证明 这一部分会几乎会逼近于0 那我们的做法是我们开始去用那个mlBund mlEquility去找它的Bund 那我们给的值是我们 我们假设我们让这个韩式 我们找出韩式的这个Z跟Z0之间的误差值 就是我们找一个Z非常靠近Z0 那它的这个两个之间的距离是Sigma 小于等于Sigma 那在这个距离里面 它们两个的韩数值会小于ε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找把这个 呃积分式里面的Z减去Z0 再让它更小于2分之Δ 2分之Δ对 那这样子写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积分式整个就会小于用门分子 那应该是Z减去Z0分之FZ0 Z减去FZ0 应该是Sigma分之ε 嗯这是Sigma还是Δ 对这是Δ 这是Δ 刚刚念错Δ Δ分之Δ分之Δ 那现在应该是2分之Δ 我们如果把它换成2分之Δ的话 这个值就会变大了 所以我们这边Z部分是比较大的 那这部分我们就确定是比较大 这是我们的M 这部分是我们的M 因为我们知道M有Equality 所以这部分是我们的M 也就是我的函数值一定比这个小 函数的绝对值一定比这个小 那L的话就是我整个积分路径的长度 那我积分路径的长度 因为我现在Z减去Z0 我们是挑一个在2分之Δ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积分这个 封闭的线积分之后 它的整个长度 L的长度是它的圆周 就是2π乘上R 2π乘上2分之Δ 所以整个的大小会变成是2πε 那只要我们因为我们当初讲说 我的这个Δ挑的大小 就是要让这个ε的值能够非常的小 就是我两个函数Fz跟Fz0的这个误差要够小 所以只要我们挑的 我们一定可以挑到一个够小的值 让这个ε是逼近于0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积分式里面的式子 第四个式子里面这个后面这一部分 是会逼近于0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积分式 最后的值会是2πi乘上Fz0 那我们再移向一下 就证明刚刚的这个定理 所以我们现在就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会更有弹性一点 之前我们的算法只能算 分母是Z减去Z0 然后分子一定要是长数 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做 那我们现在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函式 所以我们来看说 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用它 现在我们要积分的式子是 Z加上i分之Z平方减去4Z加4 那我可以让 假设说 我的Countour C是在 圆心是一个圆 圆心在圆点 然后半径是2 那这个半径2就包含我们的分母 不是Analytic的这个点 也就是Z等于负外这个点 所以这个积分的结果 不会是0 那不是0的话 我们现在把函式 就是我们要套用刚刚的式子 所以我们把分子Z平方减去4Z加4 当中是FZ 那我积分Z0是把它定在负i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 等于2πi乘上F负i带进去 那负i带进Z平方减去4Z加4 得到的结果就是变成是3加上4I 那乘开之后就是我们要的值 那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我们积分的这个 要积分的式子是Z平方加9分之Z 那当然我们如果以前看到 我们可能会直接做因式分解 可是我们做完因式分解之后 发觉说这个因式分解很难凑出分子是Z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等一下换个做法 那我们现在积分的这个圆周 积分的Countour是一个圆心在2I 然后半径是4的一个圆 那我们发觉 这个分母的部分Z平方加9 它其实可以拆成两项 Z减去3I或Z加3I 那其中Z减3I 就是Z等于3I这个值是落在这个圆之内 我们要积分的圆周之内 所以我们就挑Z0是等于3I 然后我们的式子 我们原本的Z平方加9分之Z 可以写成Z减去3I分之Z加3I分之Z 也就是分子是Z加3I分之Z 分母是Z减3I 所以现在我们挑Z0是等于3I 那我们的FZ是等于Z加3I分之Z 那得到这样的 我们这样凑出这样的结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2πI乘上 3I带入FZ之后的结果 那3I带入FZ 得到是6I分之3I 那我们就整个就算完了 那再来就是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分子 分子是FZ 然后分母是一次项 就是Z减去Z0的一次方的结果 那如果Z减去Z0是很多次的 很多接的话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积分式 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是 把它改写成是微分式 就是如果今天我的分母 我的分母是N加一次方 那我的就会改写成 微分N次的结果 然后再乘上2πI 那这边有一个部分的证明 就是我们这边证明一次的结果 那我们先把微分一次 在Z0他们微分一次的这个值 照定义把它写出来 就是Z0带进函数之后 加上ΔZ 两个相减 函数值相减 除上ΔZ 在ΔZ的去近于0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函数F 在Z0附近微分的结果 那有这样的结果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ΔZ分之FZ0加上ΔZ减去FZ 写成这个Z 变成是两个 写成两个积分式 一个是Z0加上ΔZ 一个是Z减去Z0 那FZ还是一样 那我们这样的积分的结果 乘上2πI分之1 就是原本的FZ0 所以这两个分别是FZ0加上ΔZ跟FZ0的结果 那这两个式子相减 就会是原本可以换成这两个积分式 我们再讲一遍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分子是FZ0加上ΔZ 这是一个常数 然后减去FZ0 这也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照刚刚一次项的结果 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常数 可以换成两个积分式 就是分别换成底下这两个积分式 那分别换成这两个积分式之后 前面要乘上2πI分之1 那ΔZ是原本在分母就有的 所以我们整个就会写成这样的式子 那写成这样的式子之后 我们再把积分式合并 然后做通分 就又看到底下这个式子 那到看到底下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希望说 这个式子是跟我的Z-Z平方 Z-Z0的平方分之FZ的差异是够小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就是底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间 这个式子 是最后它是小于等于一个非常小的值的话 就是逼近于0的话 它们之间误差逼近于0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把 刚刚的这个 第三个式子改写成 积分中间的那一部分 改写成这个式子的最左边这一项 所以我们现在取的值是 我们希望说这两项的误差要够小 那这两项相减之后的结果是 Z-Z0的平方再乘上Z-Z0-ΔZ分之负ΔZ的FZ 那现在我们也是用ML inequality ML不等式 那我们定的M是在就是我的FZ的值 那我让我的ΔZ是小于等于二分之Δ 然后我的Z-Z0是大于等于Δ 那我Z-Z0的平方分之一 就是小于等于Δ平方分之一 也就是我们在中间这个式子 Z-Z0平方到最后会小于等于Δ平方分之一 那剩下的Z-Z0-ΔZ这一部分 它本身会比两个取绝对值 Z-Z0取绝对值 在减去ΔZ取绝对值后的绝对值再更大一点 那又会比Δ-Z0要更大一点 因为我的Z-Z0就是大于Δ 那这两个比较大的话 那我这个值就会比二分之Δ要大 因为我当初我的ΔZ是取小于等于二分之Δ 那我现在是Δ减去一个比二分之Δ要小的值 所以我这个值会大于等于二分之Δ 那我这个是要放在分母的 我它大于等于二分之Δ的话 它的导数就它的分 放在分母它就会小于等于Δ分之二 也就是我这边在分母 最后这边分母再乘上一个Δ 然后分子再乘上二 所以整个式子就会变成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L的话是我们积分这个C的Countour 就是积分这一圈最后的长度 那一样我们可以选一个够小的圆 积分出来就这个L就会够小了 那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式子得到这个式子之后 我们只要我们ΔZ原本我们的极限就是要ΔZ是要逼近于零的 所以我们最后这个式子也会逼近于零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取的这个极限的结果 它最后就会逼近于 因为这两项的误差是逼近于零的 所以我们最后这两个值就会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原本在这边推导出来的结果 是得到后面这一半的式子 后面这一半的式子 那现在我发觉说后面这一半的式子 可以直接写成前面这一个 那么就把它写成这样 所以我们的一次尾分式就会变成2πi分之1 等于Z减去Z0的平方分之Z 那真的要求尾分的时候 这边是稍微提一下 稍微复习一下说真的要求尾分的时候 如果高阶的尾分这边要怎么求 那其实尾分因为我们刚刚我们知道说在 复数平面上尾分是要从各个方向尾都要只是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比如说从X方向做偏尾 得到值跟Y方向做偏尾应该要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可能会差一个从有没有i 因为我从Y方向比进的话就会有多一个i这一项 那可能正符号会有差异 所以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二阶的尾分一样我们可以从X方向尾分两次 或是我一直从Y上面回一直从X方向上面回 那只要注意说我们这边正符i的方向有没有差异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们能其实可以从直接从X方向一直重复的尾分也可以 只要我们确定出它是能够能够做尾分的 那再来我们看说这个比较通用的这个积分是怎么用它 假如说现在我们积分的这个圆是圆心在圆点半径是1 那我积分的式子是Z的四次方加上四倍的Z三方分之Z加1 那我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一个 我把Z的三次方提出来 然后我把Z加4也放到分母去 分子的分母就是Z加4分之Z加1 那所以现在我们变成一个Z0等于0 那可它分母的话有三次 那三次我们就变成一个用二次微分来求它 那我的FZ是等于Z加1除上Z加4 就是FZ等于Z加4分之Z加1这样的式子 然后我要把这个式子做二次的微分之后 带入Z等于0 那再乘上二接分之2πi 得到结果就会是我们要的值 那再看一个就是 如果今天的这个刚好我们积分的路径 是可以拆解成多个圆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我们积分的这个路径是C1跟C2相加 那现在我们发觉说 我们的积分的式子是Z乘上Z减i的平方分之Z的三次方加3 那我们把积分的路径拆解成C1跟C2 所以原本的一个积分式就会拆解成两个 那积分里面的内容还是要完全一样 那可是因为我们C1是包含了Z等于0这个点 也就是Z0要等于0 所以我们取的式子是Z0是等于0 那我的式子就会是 上面的FZ就会是Z减去i的平方分之Z三次方加3 那对于我的C2来说 我是取 因为我的C2是把Z等于i包在里面 有Z0等于i的字包在里面 那我们就取的Z减去i的平方分之Z加上Z三次方加3 所以前面这一项是一次式 我们是用一次的结果 然后变成是二排i乘上F 然后F上面这个F 然后把Z等于Z0带进去 那后面这个是平方向 所以我们要取一个 我们要取一个 取F是Z等于Z平方加3的话 我们要把F做一次的微分 然后再乘上二排i 然后把Z等于i带进去 那分别算出来只是负i1和i2 我们看后面这边怎么算它的 第一个部分我们是取Z0是等于0 那我的Fz就是等于我的分子的部分 Z减i的平方分之Z三方加3 那出来结果 我们就把0这个值带进去 那得到的结果是二排i再乘上二排i 出来是等于 因为这个值是等于-3嘛 那所以我们这个值就变成-6排i 那底下 另外一部分 C2的部分是圈住了Z等于i这个点 那Z等于i的话 我们因为它是二次式 所以我们要做一次的微分 变成一阶分之二排i乘上F的一次微分 那把i带进去 那这边带的F是Z分之Z三方加3 那我们要做一次的微分 所以做一次微分之后会变成Z平方分之二Z三方加3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带Z等于i进去 那得到就是2排的-2加上3i 那把这两个值 把我们-6排i和2排乘上-2加上3i的值加起来 就会得到我们最后想要的答案 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一个 特别更通用一点的 这个科系的积分式 就是怎么样在附属平面上面 做积分的方法 就会变成一阶分之二